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张九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怎么当上宰相的 他在宰相的职位上都有怎样的作为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开元盛世上部第十集 最后的贤将 唐玄宗当皇帝的前十几年 可以这么说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出色的皇帝 历经图治 而且国力也在蒸蒸日上 但是问题就在于 人呢 是会改变的 到了中年以后的唐玄宗 开始出现了代政卷政的这种现象 而且呢 也有权臣乘虚而入 耐人寻味的是 当时唐朝 虽然说政治上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 可是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经济 文化 还是处于一个高度繁荣的阶段 国力蒸蒸日上 你要知道这种情况之下 它像一个麻醉剂一样 让所有的人沉浸在歌舞生平当中 意识不到 这个国家正在滑向深渊 能够意识到它的人 不是没有 有 张九龄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 他所发出的那些震聋发聩的语言 人们当时是听不进去的 只有到了安史之乱以后 人们才能重新回过头来 审视他的睿智 张九龄这个人 应该说是岭南文化的 杰出的一个代表 张九龄 之前 岭南有没有出过英才呢 有 但是很少 因为岭南这个地方 从经济上而言 文化上而言 都是一个极不发达地区 在当时 岭南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岭南在当时被视之为 是一个蛮荒之地 不开化的地方 在唐朝 岭南是用来流放罪犯 以及那些被贬官员的地方 谁要是去岭南赴任 那基本上就是被贬值了 甚至于岭南地区选拔官员 因为北方的官员不愿意去 对吧 岭南地区自己选官员 有一套自己的体系 被称之为叫做难选 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我们讲一个故事 您就知道 岭南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什么形象 唐代有一个大臣 叫做韦之仪 这个人很迷信 尤其讨厌岭南 因为岭南意味着贬官 所以每逢听见 看见岭南地名的时候 要么就把眼睛闭起来 要么就把耳朵捂起来 总之不吉利 不祥之兆 后来这个人官拜宰相 宰相办公室里边 墙上挂里面地图 他头几天忙于各种交接工作 没有看那个地图去 等到闲暇之余了 好 他定睛一看那个地图 大惊失色 怎么呢 崖州地图 崖州今天的海南岛 属于岭南 韦之一看了之后 觉得是个不祥之兆 结果后来果然 他后来被贬官了 而且就贬到了崖州 最后他死在那 你从这个故事 你就能看得出 岭南在当时 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什么形象 那就是不毛之地 所以说张九龄脱颖而出 应该可以说 这是岭南文化 进步的一个体现 张九龄这个人 他是今天广东韶关人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他是一个交通要道上 那么他北街中原 南边就是岭南 可以一直到广州 所以这个地方 可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也可以通过南海 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 张九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多元文化的氛围内 成长起来的 这个人从小饱读诗书 才高挖斗 十几岁的时候 就曾经上书给当时的 广州刺史王方庆 王方庆是东晋著名宰相 王岛的后代 换句话说 他跟王羲之之间 也有一点血缘关系 那么王方庆 看了张九龄给他写的书信 大惊失色 这个文笔实在是太好了 13岁的孩子 这文笔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说王方庆对这个孩子 是大加赞赏 后来果不其然 张九龄后来高中了晋士 考上晋士了 而且考上晋士之后 他担任的第一个官职 您知道是什么吗 教书郎 教书郎顾名思义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那就是在政府内 负责图书的管理 以及校定等这些工作 那么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了 这个官 级别并不高 张九龄担任这么一个官职 是不是有点趋财了呢 其实不然 教书郎这个官职 的确级别不高 但是却很显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只有非常有才华的人 才能当这个官 所以很多晋士 考上之后 都想当这个教书郎 因为这是个非常好的起点 以后这个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想当的人很多 而张九龄能够顺利的当上 足以证明其才华 在当时的那一批进士当中 也是出类拔萃的 后来张九龄跟唐玄宗 还认识了 当时唐玄宗还只是一个太子 因为铲除了为皇后安乐公主之后 又拥立了唐瑞宗 然后殷公被封为太子 我们也知道他当太子之后不久 就开始跟太平公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那是迫切需要人才的 所以太子就在东宫当中 进行测问考试 招募天下的这些英才 来进行测问考试 张九龄得中高地 成绩非常的优异 太子跟他进行攀谈 也觉得这张九龄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由此就在唐玄宗的头脑当中 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而且张九龄后来还受到了 另一个大人物的器重 谁呢 张岳 甚至这么说吧 张岳认识张九龄的时间 可能比唐玄宗认识张九龄的时间 还要早一些 张岳早年间曾经被贬刀过岭南 他原本张岳说实话 去岭南之前 他想象当中的岭南 除了什么毒虫猛兽 瘴气之外 大概全是些不开化的人群 能不能认字都难说呢 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到了岭南 结果去了之后 他结识了张九龄 看了张九龄的文章 诗词歌赋之后 张岳十分的佩服 您要知道啊 张岳自己 就是当时天下有名的大才子 人称大手笔 所以张岳能够欣赏张九龄 你就可见张九龄的才学 到了何等地步 而且张岳还给张九龄下了一句断语 是这样说的 他说 后来词人称首也 意思就是说 你张九龄前途不可限量 你是未来文坛之领袖 就这个意思 所以张岳非常器重这个张九龄 器重到何等程度呢 他俩不都姓张吗 虽然一个南一个北 但是张岳却主动 要求跟张九龄通谱 啥叫通谱呢 就是把咱俩的家谱 编到一起去 算作一家人 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 五百年前是一家 就这个意思 你就可见他对张九龄 有多么的器重 开元十一年 张九龄官拜中书舍人 您要知道 中书舍人是干什么工作的 这个职务级别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是皇帝的秘书 也就是说 皇帝的招书 这些东西都要由中书舍人 来进行起草 中书舍人一共是六个 二十四小时都要有人值班 所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 李白就曾经想当这个中书舍人 结果当不上 你就可见 连李白这样才学的都当不上 你就可见这个职务竞争的有多么激烈 张九龄才学高 性格稳 所以是一个中书舍人很理想的一个人选 他当上了 张九龄进入仕途之后 做了一件对中国历史有很大贡献的事情 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敬请关注开源盛世上部第十集 最后的 张九龄的仕途之路 一开始是非常顺利的 他受到了很多人的赏识 时任宰相张月对他另眼相看 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腹 后来张九龄做了一件对中国历史有很大贡献的事情 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张九龄应该这么说干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展现了自己优良的品质 史书评价那个时代 在开源中前期的那些众臣们的时候 曾经说这个人上法 这个人上文 这个人上简 那么评价张九龄的时候 说了句什么呢 说张九龄这个人 说他上职 这个有意思 上职 一个职字说明了一切 说明什么呢 说明张九龄这个人 为人是耿直不阿 很有正义感 是这样的一个人 的确是 张九龄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当中 留下的就是这两个字 上职 而且这个职 体现在他生活 工作各个方面 比方说我刚才说了 他跟张月之间 关系非常的好 张月可以说 是张九龄的所谓恩公 但即便如此 遇到张月做事不对的时候 张九龄也是积极的劝说他 从来不去搞什么 因为人情抹不开面子 这种事在张九龄那里是没有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开元十三年 唐玄宗决定去泰山进行封禅 皇帝把拟定名单这个任务 就交给了张月 他在拟定名单的时候 想的是照顾亲就 让这些亲就去了之后 回来还能够加官禁决 这是他的目的 所以他拟定的这个名单 可以说很不公平 张九龄也名列名单之中 但是张九龄看到这个名单之后 张九龄立刻意识到 不对劲 这个名单有问题 所以他就找到了张月 劝张月说 说风扇乃是大事 万众瞩目 全国上下都在盯着这份名单 而您现在拟定的这个名单 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我劝您不要把这个版本送上去 重新再拟定一份 否则对您的名誉 是一个极大的损伤 但是张月不听 张月这个人就是这样 非常的刚愎自用 张月就把这个版本 呈送给了皇帝 结果这个名单公布之后 果不其然 舆论大话 原来张月在政坛上 几十年积攒的那些好的名声 可以说一夜之间一干二净 大家都说张月是一个寻思舞弊之人 后来张月跟宇文荣之间的斗争 越来越激烈 张九龄觉得真是非常的苦恼 而且张月与宇文荣斗争的时候 张月不讲究策略 不讲究方法 就是一味的跟宇文荣对抗 宇文荣说东 他就一定说西 为对抗而对抗 结果闹到最后 不可开交 最后张九龄找到张月 奉劝他 说你要看清楚现在的形势 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他说 宇文荣承恩用事 遍己多权术 不可不备 意思就是说您啊 这个斗争方式啊 你啊 太瞧瞧宇文荣了 宇文荣现在第一受皇帝的重视 第二 宇文荣这个人多权略 你可一定要注重方式方法 不能再这样一味的对抗下去 而张月是怎么回答 张月回答说 此等鼠辈能有何作为 你看还是这样 他不怕 结果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宇文荣 成功的联合了其他重臣 以勾结术士 选官不平等这些罪名 一块弹劾张月 最后导致张月被罢官了 张九龄的远见体现出来了 可惜就是张月不听 而且这事很令人无奈的一点是 张九龄被视之为是张月一派的人 所以张月的倒台也牵累到了张九龄 张九龄被贬到外地去当官去了 但是即便如此 说实话这是个程序问题 不得不走的一个程序 但是唐玄宗本人呢 他其实对这个张九龄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心里很清楚的 而且他还想着日后一定要重用这个张九龄 所以对张九龄还是照顾有加 刚开始放张九龄外任的时候 让他去冀州当次使河北 对 结果张九龄找到皇帝说 哎呀 臣有个请求 怎么呢 我家乡在岭南 我现在老母还健在 还在家乡 所以我不想离岭南太远 我不愿意到河北去当官 皇帝一听说那可以啊 于是就给他任命了一个洪州都督 洪州啊就是今天的江西的这个南昌啊 那已经靠近岭南了 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唐玄宗对于张九龄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照顾有加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 张岳去世了 那么张九龄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张九龄被调回京城 然后呢 最后被授予了中书令 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也就是当了宰相 从此以后 张九龄开始了他 大展宏图的这个政治生涯 张九龄在任期间 唐朝的政坛可以说风轻气了 他为人很正直 做事秉公执法 注重提拔人才 选拔人才 而且呢 对皇帝绝不颤媚 可以说是刚执不阿 所以说当时整个政坛的风气 是相当的正的 后来 尤其是李林福以后 政坛风气变坏了以后 人们越发的怀念张九龄的那个时代 张九龄在位期间 应该说他行政方面的作为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啊 也就不一一的进行论述了 我们讲他对整个中国历史做出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什么呢 开辟大鱼岭新路 搞交通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就是大鱼岭新路 梅岭古道 这个地方由于啊 多梅花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关爱 被人们称之为叫做梅关 这条大道呢 就被人们称之为叫做梅岭古道 这个梅岭古道我去过 去了之后啊 你上去之后真的很感叹 张九龄当年能有这样的一个大手笔 而且这是一个高屋建岭的举措 自打大鱼岭新路开辟了之后 岭南的开发就一日比一日进步 到了宋朝以后 岭南从经济上文化上 已经与内地大大缩小了差距 这么说吧 没有大鱼岭新路 也就没有岭南经济文化的大开发 岭南为什么叫岭南 就是因为它居于这个五岭之南 所以叫做岭南 这道山岭阻碍了中原地区 与岭南地区的交通 所以岭南的落后 应该说跟这道山岭有比较大的关联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唐朝中起 岭南这么大一片领土 这么丰富的资源 如果不进行开发的话 多么可惜 所以怎么样改善岭南与内地之间的交通 现在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 那么张九龄就来主持这样的一个工作 张九龄最后选择了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大鱼岭 所以说张九龄这人真是一个好官 好官体现在哪就是身体力行 张九龄亲自来到现场 亲自勘察线路 然后亲自参与设计 到了年底东贤的时候 招募了大批的民工 然后开始动工修建这条路 这条路其实在秦代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路 秦朝也是一个非常重视道路建设的一个朝代 那个道路交通网遍布全国 秦始皇不是征岭南吗 所以开辟了多条道路 其中包括这条道路 可是这条道路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时候 就废弃了 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这条路可以说基本上荡然无存了 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路了 这条路当时走不成车 货物全部靠人力 人卑坚扛 但是经过张九龄的大规模的修缮之后 这条路变成了一条康庄大道 这条路据说当时修的时候方五轨 什么叫方五轨 就是能够同时并行 当时的马车 能够并行五辆马车 而且沿途还修有管舍 修有驿站 供人休息 原本非常艰难的这个武岭的交通 一下子变成坦途了 张九龄官拜宰相之后 办事公正 谨守法度 在当时人们都把张九龄视为政坛中书 而张九龄的才能与德行 也能担当这一众人 但问题在于唐玄宗此时 已经出现了卷政待政的现象 整天陶醉在声色全马的享乐之中 而此时的唐玄宗还宠幸吴会妃 为了满足吴会妃的个人野心 唐玄宗还昏招迭出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 张九龄能做些什么呢 有一年天昌节 什么叫天昌节呢 就是唐代的皇帝的生辰 就叫做天昌节 天昌节 那当然百官都得给皇帝贺寿 结果百官来贺寿的时候 都带着各种奇珍异宝 进献给皇帝 张九龄进来 拿的却是五卷书 什么书呢 叫做金靖录 这个书名一说出来 您顾名思义就能知道 它是以史为鉴 讲治乱兴衰的 给皇帝提醒的 唐玄宗呢 还嘉奖了张九龄 但是我觉得这种嘉奖 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张九龄这种人 刚治不阿 又爱劝谏他 又爱提意见 对于已经开始 卷政的唐玄宗来说 恐怕内心已经开始 逐渐的不舒服 而张九龄政治生涯的 最后阶段 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三皇子事件 什么叫三皇子事件呢 唐玄宗想要把 自己的三个儿子 同时废除 这个事件被称之为 叫做三皇子事件 而张九龄的进退 跟这件事直接相关 张九龄是要保护三皇子的 但是最后他失败了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有一个 比较复杂的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件事情 三皇子事件的起因 和武惠妃是直接相关的 武惠妃是唐玄宗的一个妃子 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早年间父亲早亡 武则天看这个孩子可怜 就把她抚养在宫中 您还别说 李隆基啊 幼年时候也有在宫中生活过的经历 所以两个人极有可能小时候就认识 长大之后的武惠妃出落的楚楚动人 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能歌善舞 据新唐书的记载 唐朝后来还流行了一幅画 叫做《武惠妃舞》 你从这个武惠妃 武姿能被人作为一张画 给流传到社会上去 你就由此可见 武惠妃大概 武姿是非常的曼妙的 唐玄宗呢 在没有当皇帝之前 就已经迎娶了武惠妃 而且非常喜爱 我发现唐玄宗喜爱的美女的特点就是这样 长得漂亮之外 一定要能歌善舞 后来她喜欢那个杨贵妃 也是这个路数 早年前就是武惠妃 但是武惠妃虽然非常的受宠 但是可有一条 当时正宗的太子妃 也就是后来的皇后 不是她 是那个王室 王室后来被废了 欲欲而足 那么武惠妃这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就是取而代之 她要当这个皇后 而且她现在有资本 什么资本呢 除了受宠之外 她还有一大资本 就是她手中 她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非常受唐玄宗的喜爱 那就是寿王李茂 这个武惠妃早年间呢 要说生育啊 也是颇为坎坷 武惠妃一生生有七个儿女 而早年间 头三个全部夭折 都是幼年夭折 说实话 古代妇女 生孩子 那个孩子的夭折力的确很高 但是像武惠妃这么点儿背的 也不多见 所以等到第四个孩子 也就是寿王李茂生下来之后 武惠妃心里敲鼓啊 她担心这孩子也会重蹈哥哥姐姐们的覆辙 这该咋办 而当时呢有一个风俗 什么风俗呢 就是你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如果你担心养不活 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你可以把他送到这个寺庙里面去寄养 或者是呢 你把他交给别人去抚养 这样子借此来冲一冲 据说有可能就渡过难关 那么也就在这个当口 当武惠妃把这个第四个孩子生下来之后 唐玄宗的大哥李线主动站出来 李线就是李承契啊 他早年间 因为看见自己的三弟有功 所以就把太子卫让给了自己的这个弟弟 这个时候看见弟弟宠爱的妃子生了孩子 担心养不活 所以李线就主动站出来 要求说这样子把这孩子交给我来抚养 李隆基很高兴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大哥是个敦厚之人 这孩子放在那不会被教坏 因此就把这个孩子交给了李线 而且这个李线的妻子还亲自给这个孩子补养 就这样抚养的 果然这个孩子长大了 后来到了七岁的时候和其他皇子一块到宫中来拜见皇帝的时候 一群孩子行礼就这个李茂行礼最恭敬 一丝不苟 唐玄宗当时看了非常的高兴 他觉得你看 我选择没错 我这个大哥呀 真是会教育孩子教育的真好 到了13岁的时候 李茂又被封为这个 兽王 正式为王了 这个孩子由于在唐玄宗所有的儿子当中排行第18 所以人称十八郎 到了开元13年 又给他封了一个兽王 正式的当了王了 那么也就在此时 武惠妃开始要筹划她当皇后的这件大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个孩子能不能活 她还不知道 现在王皇后已经死掉了 孩子又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且深受自己的这个丈夫的喜爱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当皇后 谁当皇后 舍我其谁才 所以武惠妃就开始策划这件事了 唐玄宗据说刚开始也有一度的 有这个打算想立她为皇后 但是此事遭到了大臣们一致的反对 很多人反对 后来唐玄宗果然收回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决心不立武士为皇后 其实要我说 很有可能唐玄宗原本就没打算真正立武士为皇后 只不过是借群臣反对这个理由 把这件事顺理成章的给她脱黄了 就这个意思 张九龙霸将李林辅得势 三位皇子被杀 唐朝政坛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故 敬请关注 开元盛世上部 第十一集 盛衰分水里 武惠妃意识不到唐玄宗的真实想法 他认为大臣们的反对 唐玄宗的迟疑 乃至最终决定 不把他的儿子立为太子 这都是因为一个原因 那就是现任太子李英的存在 正是因为现在有太子 所以唐玄宗才迟迟不能下去决心改立太子 武惠妃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 他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现任太子李英 他想扳倒太子李英 那么武惠妃的想法实现了吗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 开元盛世上部第十集 最后的贤相 这个李英啊 他是唐玄宗的第二个儿子 他母亲是赵丽妃 赵丽妃也是个大美女 而且能歌善舞 早年间 唐玄宗在当陆州别嫁的时候 迎娶了赵丽妃 可是 后来自打有了武惠妃之后 赵丽妃就失宠了 而且呢 赵丽妃啊 后来啊去世了 就剩下一个太子李英 太子李英那当然对于武惠妃 对于寿王礼貌 那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而且他还有两个志同道合者 谁呢 就是他的两个兄弟 一个是厄王瑶 一个是光王俊 厄王瑶母亲是皇甫得宜 光王俊的母亲是刘才人 这两个女子都是李隆基在当皇帝之前迎娶的 也都曾经一度受宠 但是此时也都一并的失宠啊 所以三个孩子在一起可以说是同病相连 这三个孩子聚在一起 往往没别的事干 就是骂武惠妃和寿王礼貌 但是正应了那句话 祸从口出 他们这个行动 这个举动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当时啊有一个大臣叫做杨慧 杨慧是一个驸马 他娶的正是武惠妃亲生的女儿贤姨公主 那么这个杨慧是个小人 他想着往上爬 往上爬有什么手段啊 我就要靠这个讨好我这个丈母娘 他这个丈母娘现在最大的心思是什么 他这个丈母娘现在最大的心思 就是扳倒太子自己当皇后 所以对于杨慧来说 他就要迎合自己的丈母娘 他呀极有可能是收买了太子身边的宦官 或者是宫女 因此三个年轻人 骂武惠妃 骂寿王的这些话 就被他给真听到了 然后他把这些话汇报给了武惠妃 武惠妃听了之后 好 这下子抓到把柄了 武惠妃跑去找皇帝 进行了一番哭诉 一边哭着一边说 这个太子太不是东西了 太子他们兄弟三人想谋害臣妾 而且据我所知 他们在谋害臣妾的同时 还准备谋害陛下您 你要说这话吧 前半句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点影子 那后半句纯属于添油加醋 结果没想到唐玄宗此时 应该说对这个太子早都没有感情了 所以说偏听偏信 武惠妃这么说 他就这么信 所以是勃然大怒 传出一个命令 要把三皇子一并废除 好家伙 好家伙 唐朝建国以来 还没有发生过三皇子一日同时被废这样的事情 没有先例 所以说大家一下子舆论哗然 尤其是大家都觉得纳闷 对群臣来说 您如果是一个大臣 您是怎么样一个心态 从来没听说过三皇子有什么过错 怎么突然之间一日之间要同遭废处呢 所以大家都不理解 但是由于此时唐玄宗 已经逐渐的不那么虚心纳见了 因此没有人敢去劝谏 可是张九龄不然 张九龄这个人很直 因此张九龄决心要劝谏一下唐玄宗 他找到了唐玄宗 跟唐玄宗说 说您看您这个命令要废三皇子 尤其是要废太子 问题就在于皇子们生长于深宫之中 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 我们此前也没有听说过皇子们有什么大的过错 怎么一天就要把这三个人全部都废除了呢 而且您现在所依据的无非是这个武惠妃的一面之词 可以说证据不足 因此这件事 陈等不敢奉照 我们绝不敢接受您这样的一个命令 而且他还列举了历史上 你们说晋宪公啊 这个哈武帝啊 晋惠帝啊 隋文帝啊 废处以及杀害太子 后来导致国家动乱的这样的一大堆的历史事实摆在皇帝面前 意思是说您要注意可千万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皇帝听了之后呢 也觉得呀 这个宰相说的是有道理的 就开始有点犹豫了 这个时候武惠妃又开始做手脚了 武惠妃听说呀 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张九龄 这么个老头子 啊 你现在是我的障碍 那怎么办呢 武惠妃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威逼利诱 他派了自己的一个奴仆叫做牛桂尔 晚上悄悄的到了张府 然后见了张九龄 跟张九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是怎么说呢 废必有心 公为元 宰相可常处 哎 现在啊 废太子啊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既然有废 就必须有心 那谁要心起来呢 那当然就是我和我的儿子 礼貌啊 我们要心起来啊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 你这个宰相可以长久的当下去 所以为什么说是威逼利诱呢 这话两层含义 你帮我宰相就可以长时间的担任下去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那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个宰相位置 他可就不保了 你要知道 武惠妃实在是看错人了 你这番话用来威胁 用来利诱其他人 大概是有作用的 但是你面对的是张九龄啊 张九龄多么耿直的人啊 而且几十年政坛上摸爬滚打 我什么人没见过 所以说张九龄听了这个时候勃然大怒 你竟然敢威胁当朝宰相 所以他立即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唐玄宗 结果可以说武惠妃啊是弄巧成拙 有点太心急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这一搞 反倒让唐玄宗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唐玄宗的前半生 政治斗争主要是跟女人进行政治斗争 为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等等等等 甚至还包括他后自己的那个王皇后 也被他废了 他也做事唐玄宗做事有一个底线 就是绝对不能让后宫干政 这是他做事的一个底线 结果现在好了 我所最宠爱的这个妃子 在这个紧要关头去派人去威逼利诱 当朝宰相 你说这个事传出去是多么大的丑闻 所以张九龄这么一汇报 唐玄宗非常的尴尬 也就只好暂时的把这个废三皇子的这个念头 算是给他摁下去了 但是应该这么说 此事不算完 一方面 武惠妃依然受宠 武惠妃绝不甘心 这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个人物的出现 可以说给三皇子的命运 给张九龄的命运 给整个唐朝政坛的命运 都笼罩上了一层乌云 这个人究竟是谁 他做了些什么 他对三皇子和张九龄的命运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留待下一节 谢谢大家